北港朝天宮這邊算是很熟嘛,對不對,很熟悉 就在後面,其實在北港周圍很多好吃的東西對不對 包括他們在地只有北港人,只有在北港這邊才會吃的傳統小吃 什麼事? 來 好 好 聽說你們這邊有一種北港在地人才有的傳統小吃 青蛙 青蛙 你看這個腿 對 好實在的一隻喔 對啊 很真實耶 你們這個,你都不用抖喔 不用抖,你去吃... 等一下... 等一下就是這樣,整隻下去 對,整隻這樣,整隻腳... 整隻腳就這樣,整隻腳就這樣 一般好像吃,你說三杯田雞什麼 都是切開來的吧 對,三杯的通常是牛蛙 沒有,你這種是... 這是土井,土井 對,土井的青蛙 比較漂亮吃是不是 對... 還是... 對,它也比較小吃沒錯 肉是怎麼樣,比較甜嗎 還是怎麼樣 比較紮實 比較紮實啊 對 這一組有一組一組的嗎 還是... 沒有,就單點 單點是不是 就喜歡什麼,點什麼這樣啊 其實阿伯天那種國語啊 什麼 我說其實阿伯天那種國語啊 然後你不是很難燈嗎 我不難燈嗎,我很難燈耶 不可以,我是甜甜啦 不要這樣,不要浪費啦 畢竟眼前這攤來頭不小 不僅是北港特有的西卡爾 更被外國人評選為 最驚豔的台灣小吃 整隻趴好趴滿 我就不信你不緊張 好完整耶 好大椅子 為什麼覺得有點可愛 其實說實在蠻香的耶 而且味道很清爽的感覺 老闆娘剛剛說回來 他是用蒜頭去燉 然後燉完之後上來之後就加薑 然後他又很燙 對... 先喝一口湯,先喝一口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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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感受一下 好清爽喔 好像蛤蜊湯一樣,對... 天然的甜味 我很喜歡這個蒜頭味 那個蒜香不得了 濃郁的蒜香 但是又都是甜的 對... 完全不辛辣 我比較好奇的是要怎麼吃 從腿... 我不得不稱讚 你真的是我看過女藝人影片 最直接 而且完全不會害怕 就直接吃下去了 你都毫無猶豫耶 你正常吃這個是不是 那家美食都吃一些青蛙 我也覺得我滿意外的 你不會害怕 真的 一碗兩隻是正常的 還是平常是一碗一隻 正常 因為客人都說 一碗一隻怎麼夠吃呢 真的假的 兩隻才過癮 所以雙雙對對 一碗都是兩隻 長相對對 滿泥戶 水... 這是你們從年輕 小時候就一直到過一碗的 小時候,對... 因為我們周遭雲林 家南平原 都是種稻米的 比例是我們全台灣的比例最高 米長 小寶貝的蝌蚪 就長在水稻田 等到它... 稻子在長 青蛙也在長 所以長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稻子也快成熟了 然後青蛙也長到了 所以你問一些 現在大概五年級生的一些吧 四年級、五年級 這些大部分都會去... 都會去年、炒四年級 是不是有這些 我們鄉下大部分都有吃這種食物 對 然後結果再來就是 聽我們北港媽祖 這麼幾百年的歷史 對 三百多年嘛 然後大家會進香 對... 是不是會過來吃小點心 對 所以那個時代 就有很多人在賣青蛙湯 紅燒、青燉都有 對 可是以前外賣 是大家來進香會打牙劑 但是吃點東西 甜肚子、什麼樣的 吃飯、吃麵都有 或是說吃個蚵仔煎 或是吃個青蛙湯 他不餓 但他想吃一點小點心 他就會去吃這些 嘴饞的情況 所以為什麼北港這邊的那個 點心這一些 真的假的 庶民小吃 這麼的發達 就是有這個... 這個淵源 淵源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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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